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贴上了一个英文很好的标签 他自己也说了 什么科目考坏都没关系 但是英文绝对要拿高分 超过180公分的瘦高身材 江大成在台大竞技系的毕业生队伍中 特别显眼 儿子在台上接受剥碎的这一刻 徐薇早就站好最佳拍照位置 捕捉这值得纪念的当下 这时的徐薇不是补教名师 而是像台下其他妈妈一样 是儿女的忠实粉丝 满满的骄傲全写在脸上 就蛮开心的他终于毕业 因为我爸爸也是台大竞技系的 真的啊 你们全部都是看 他又十年前爸爸从台大竞技系毕业 一家三代盛装出席台大弊典 看得出徐薇一家人 对这个宝贝独子的重视 有个补教天后当妈妈 让江大成在大学四年 一直是戏上的焦点人物 他们都知道 因为我妈妈每次打电话过来 他在说 哎呀大致 有可能有可能 很大声 穿透了 就是我这样拿着听 同学也都听不到 有可能 因为这个很自然 他拿着一个笑话 一个台同学之间的默契 所以大家都学他 对 我刚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这样 有 有像 母子俩互亏 开玩笑 互动就像是同学一样 在儿子面前 徐薇只是一个以儿子为荣的妈妈 而作为徐薇的儿子 江大成从小就很认命地知道 什么科目都可以不小心考叉 只有英文 绝对得拿高分 上大学 一开始我都以为我很低调 没事都没有讲 同学都没发现 就其实默默的 大家都在背后说 你英文应该很好吧 我说为什么我英文要很好 你妈 你妈 就大家又一个很暧昧的眼神 很像这样 他英文真的有很好吗 他到莫斯科 就已经全程用英文在法文人了 为什么世界大成在世界级国际电竞赛事上 担任奇摩电竞的直播主播 全程流利英语采访 对答如流 让徐薇好骄傲 只是江大成想在毕业后 直接投入电竞产业发展 这件事让两人磨合了一段时间 我有点像是慢慢的告诉他这件事情 就我一开始跟他讲 妈 我觉得这间公司很棒 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做电竞的公司 然后我说你看他也很有规模 然后也是外商公司等等等等 然后他就 然后我就说妈 我想去那边上班 其实当然他会跟很多人说 其实大家做电竞我也很担心 什么什么 可是其实说到底他还是我妈 就是还是很爱自己的小孩 接下来的观念就是 5点要上场的这一个比赛 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进决赛 师母莫若子 江大成知道妈妈不论心里怎么担心 只要是他坚持想走个路 最后还是会点头答应 好 加油 超酷 果然徐薇为了儿子亲自去了解这个产业 还陪同他参与国际的电竞赛事 我后来因为大成喜欢这个东西 我特别去参与他的活动 他们台大电竞队去年去参加国际 大学比赛 我也到现场去加油去看完 原来龟佛这么大 他那个时候 因为还不知道大成未来想干嘛 就蛮保护他的 可是也常听到老师在生活中 好像是以他为中心 然后那是我最亚裔 因为他是我们俯教天后 所以教育应该是很讲究的 可是他很开心 跟师长讨论说 也帮助大成想要完成这样的梦想 毕业前 江大成经历了层层考试 还真的如愿进了期末的电竞部门 负责整个电竞网站的内容规划 以及宣传 我觉得电竞跟直播 实况产生现在很结合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往这个方向去做 不管是图B图C 能找这样的 有社群影响力的一些人来 我觉得是应该不错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社群操作的时候 他往往会蹦出一些 其实我们不能够想不到的一些idea 我觉得很棒 因为他本身对电竞这块的怜悲 他是熟悉的 所以在问问题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抓得到精髓 或者去带我买一个秘籍 现在一家三口家庭聚会时 话题也总绕着电玩传 过去因为打电动 拇指叠对叠的点滴 都成为亲子间最难忘的回忆 买了不会打 买秘籍来看 有啊 你忘了吗 他会被你丢掉啊 一本一本 绿色厚厚的 绿色厚的 基本上马看到就不太高兴 他只看到 看到就不高兴 所以几次 看到就火 所以这个立场 而且我认为他爸 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他爸自己爱玩 带着儿子陪他 我觉得没有 孩子喜欢这个东西 你跟他成为朋友 可是你是可以管制他的 所以大人他打电玩 是管制很严格 逼到五是 不能打就是不能打 他是因为他表现不好 因为好像是大目中了 才看到的吧 他那个大学的时候 常常一两点 两三点打到电动玩具 然后因为他们 有麦克风会叫来叫去 就是也不是叫 就是兴奋嘛 打那个英雄联盟 就因为会吵到别人睡觉 来抗议 抗议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不是叫他不要打 而是换了个清理床 可以 清理床双眼 从严格管制打电玩 到后来反开放 最后变成完全支持 徐薇母子俩 其实都经历过 反复的冲突和妥协 只是最后徐薇体认 与其一面倒的反对 不如去参与 去了解 最后再学会放手 看到儿子现在能找到自己 有兴趣的工作 也常听他分享 在电竞上学习的点滴 是他在补教人生的课堂之外 自己上了一堂 真实的亲子教育